Hello,大家好,我们时间非常快,来到周末星期六的这一天 So,最近全球新冠肺炎,当然一波接一波 现在非常多地区国家,像我国,马来西亚也好 很多国家,印度、阿根廷、法国、英国、南美洲 一些国家,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案例,确诊的数目都飙了上来 在这段期间 So,果然就像之前的一些医疗专家说的 就是进入秋天,甚至未来冬天的时候 因为气温的下降,可能那时候又配合流行性感冒的病毒 So,两个一起来 这段期间,大家在健康上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你看,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逃不过他跟他的妻子 他周边的一些团队都现在是positive了 这个新冠病毒 你就可以看到,这是非常厉害,这一支病毒 So,好消息是讲 刚才我有听了一下,我们尊贵的部长所做的一个演讲 一个发布会 So,我看了新闻了 目前来看,马来西亚的政府是没有意识 要再重启像3月底的那个MC So far是他们没有这个打算 So,我觉得一个原因也是要看整个大环境 全球 因为你看回之前,3月的时候 很多国家都做了一个封锁 包括那时候美国也好 欧洲 甚至之前中国 最早的时候,很多国家都做了一个封锁 So,那个时候 马来西亚也是没有办法 你也是要跟 跟整个世界 你不这样做的话 到时候,案例飙了上来 然后你的人民就会说你 你就管理不利 就做不好 So,没有办法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跟全世界做了一个封锁 So,来到现在 当然了,全世界 他们也看到之前第二季度经济 那种毁灭性的一个破坏 So,很多国家 就算现在案例飙了上来 他们也没有意识 要回去之前的封锁 那印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你可以看到,虽然印度 他现在国内 确诊死亡的案例都很稳健的上升 但是他们反而 最近他们也是陆陆续续 也是要开放了他们的一个经济 因为之前的大封锁 其实对印度的经济 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 So,我好像是有看到新闻 之前他号称之前印度人 有接近两亿是失业的一个状况 So,你可以想象这对他们 人民也好 他们的经济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这就是为什么 最近就算他们的人数还在往上升 他们反而要 渐渐的松绑 他们的经济的风俗 就是一个迫不得已的方法 So,这是我目前在全球看到的 当然,大家应该也是记以后望 就是全球目前有11支疫苗 已经到了第三大规模人体试验的阶段了 然后很多人都非常希望 就是里面 希望这个10月底的时候 有一些能够突破 能够完成他的试验 然后他能够率先 赶快推出大规模的量产 然后做一个大规模的接种 这或许就是我们人类的最后一个希望了 就是在这个疫苗身上 So,在这种全球不确定 非常混乱 这个可能你会说人心惶惶的时刻 So,疫苗我觉得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希望在那边 So,现在全球确诊的人数 现在是高达3486万 7316人 然后死亡人数高达103万 3791人 现在美国 OK,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就甚至留言 如果万一特朗普不小心去世 还是残废怎样 那么会怎么办 美国的选举 就让我们来看 我看到 我们也不要幸灾乐祸 对吗 他毕竟当然是很多人不喜欢他 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以人道的角度 OK,我们也希望讲全球灾难能够尽快的落幕 然后看到最新消息了 就是特朗普他现在已经转入到要去医院了 他可能会在医院里面待一个几天的时间 来被医生来做一个观察 所以可能就会像之前 UK的那个首相一样 他之前也是在医院待了一个时间 当然之前英国的首相是 你可以说他是命罢了 OK 他其实差一点就要走 因为他甚至一度 那个时候 他们就把他送进ICU 然后应该是为他套上的那个呼吸器 因为他一度是非常严重 OK 好在是讲 那个英国的首相 他到最后就慢慢康复了过来 然后他也走出了这个ICU 当然特朗普他这样子一下中 其实对全球 我看到很多网站都在写 就是因为他本身中了这个肺炎 你会看到像油价暴跌 那个美国期货跌了下来等等 所以是不是他所引起的一个效应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观察了 然后来临 后天星期一一下开盘 我们就要看市场会不会有所反应 OK 所以美国现在他是高达了 754万9千770亿人确诊 死亡人数21万3526人 马来西亚方面今天又是到了一个记录 因为我们今天确诊的人数来得一个新高 317人 然后我们总确诊人数是12,088人 死亡人数今天又多了一种 所以我们累计的死亡人数是137个人 所以尽管今天还是一样 跟大家来非常简单来谈谈一家科技股 所以这一家公司就是Penta Master Corporation Berhard 它的Code就是Penta这一家公司 所以Penta昨天因为大势是回调 所以没有办法他也是跟了回调下来 当然他之前是涨了蛮多了OK 所以我觉得昨天他回调了下来是非常正常的 昨天他就跌了一个2.4% 收在4块9毛半的一个价位 把你看回他之前其实前不久啊 才做了一个bonus issue 所以我们要adjust他的股价啊 就是before他做这个bonus issue 其实他现在的股价已经去到7块4毛3了OK before他做bonus issue 所以你看回啊3月23号啊 那时候熊市啦 它的股价也是一度被人家丢到剩下2块4毛8 也意味着啊短短6个多月啊OK Penta的股价从2块4毛8 涨到昨天的7块4毛3 足足涨了一个200% 这一种涨幅啊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7年才会有 把它在啊6个多月做到了 这是啊非常不错的 So Penta他现在啊 市值啊35亿啊 marketcap的一家公司 然后ROE啊 股本回酬也是有高达11.03% 他的啊profit margin啊 17.13%也不错 啊 net cash的一家公司咯 手上的现金高达4.3亿 Current ratio 5倍啦 So他的financial position是非常的健康 业绩方面啊 8月14号最新的业绩 你可以看到啊QOQ啦 是小企一个1%哈 So啊他的收入Riverny QOQ 是有啊增长了一些上来的 OK这是为什么他这个啊QOQ会进步一点 那好啊 Penta这家科技公司啊 其实他的业务有一个啊 关键字啊 就是automation 啊自动化这个东西啦 就是近年来比较夯的一个啊方向 哈你可以看到因为啊我们已经进入所谓的AI啊 5G这个时代 你看像啊Tesla哈 为什么Tesla的股价暴涨啊 就是因为这家公司 他们可能在啊汽车自动化驾驶这一方面哈 是领先全球的 然后啊很多领域啦 包括他们讲未来可能驾飞机的人啊 你是由AI来驾了啦 OK 当然现在其实飞机上他们有一个autocruise的一个function了哈 就是机师如果要休息的话 他可以按那个飞机自动驾驶 OK 这也是啊AI这个应用 然后非常非常多领域啊 包括工业4.0啊 很多工厂其实都用所谓自动化了哈 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产量 SoPenta他就是automation啊业务的一家公司 他本身的啊业务方向 他们就有做了所谓啊工厂自动化的一个技术 他们也有所谓啊自动化测试的一个设备哈 Testing的那些啊东西是自动化来做一个Testing的 然后他们也有做所谓的智能控制的系统啊 这就是他主要的一些业务 那啊最近他的管理层是有啊宣布哈 就是他们最近又拿到一个大单了 OK他们最近啊拿到了几个单 然后这几个order啊是指一个两亿 OK So他讲主要是他们的FAS啊 就是Factory Automation Solution 工厂自动化系统跟他的这个Automator Assembly and Test Equipment ATE啊就是所谓啊自动化组装和测试的设备哈 这两个segment他们最近啊拿到两亿的一个order OK So这个两亿的order啊他会在未来两个季度啊要来完成这个订单 OK 未来两个季度 然后啊里面20%的订单啊他讲是一个新的方向啊 一个新的business line 就是FORCE啊所谓现在比较新的啦一个叫做IGBT啊 晶体管这方面的一个order了20%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产品 So你可以看到啊他的管理层也啊非常自信了OK 因为他的管理层有说他们认为在今年的second half啊 就是下半年了啦这个时间点 随着啊5G的电话啊会越来越流行 因为我们知道啊其实像中国啊然后韩国 然后可能美国一些地区 他们啊欧洲啊其实他们已经在啊小规模的应用了 这个5G的这个啊科技 So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就是未来啊会有越来越多 这个啊smartphone啊智能手机啊会有越来越多 都能支持这个5G的功能 So啊随着5G电话越来越普及啊OK 很多工厂都要来生产5G的这种电子产品 So他们本身也是有这个专门啊为这个5G做testing的一些机器啊 也要推出去 So他们相信讲5G的tester这些东西啊应该会推高啦 就是他们长期以来对于这个智能手机这一块的啊机器的销售啊 他们相信在下半年会push up了OK 应该会提升当然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 那好啊我们来看啊他8月14号最新的业绩啦 就是啊second quarterfinancial20年 So QOQ啊这个季度啊其实他卖去semicron啊 慢导体的销售 其实啊QOQ啊是翻了一个三倍 OK翻了三倍啊非常的不错啦 因为啊也是因为之前这个covid19害到全球大封锁嘛 然后这个时候解封了之后 你会看到他们backlock的order啊就非常的强劲了哈 就是为什么他的semicron的销售就翻了一个三倍 他讲啊主要是因为啦哈 他们的顾客啊啊应该是集中在东亚比较多啦 就是在啊台湾跟啊中国大陆哈 就是啊台湾中国大陆他们有非常多的工厂 他们都需要到哈所谓这个啊automatic optical inspection 光学自动检测跟啊packaging的一些机器啊 这方面的demand会比较高啦 这就是为什么QOQ 他们啊这个季度卖去semicron的sells啊 会翻了一个三倍哈 在东亚的demand非常的强劲 那好啊first half来讲哈 就是啊这个financial20年前面六个月 当然他的核心利润啊是有回调一些上来咯 他的啊核心利润YOY是减少了23% 啊这个六个月啊只是啊核心利润是3300万 没有办法因为之前啊全球COVID-19大封锁啊 so他们ATE的sells啊都跌了下来 然后因为啊很多旅游的禁令啊 so他们很多公司的工程师啊 这些专业人员哈他们都不能搭飞机器 比方说新加坡台湾这些地方哈 他们要啊接洽这些新的订单业务啊都不能够了 因为那时候你要飞的话 他们也禁止你坐飞机啦 所以没有办法他们的啊业务都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阻碍 再加上他们的delivery也是有delay哈 因为就算你之前谈好的订单啊 因为那时候啊全球的logistic整个供应链都乱掉了哈 然后飞机不能飞啊 然后船可能他也不允许靠岸等等啊 罗里也不能够去做一个运输的话 你就知道了啦 整个啊交付的过程也是遇到了一些delay 把好消息是讲这前面六个月啊 他们FAS啊工厂自动化的sells 其实啊YOY啊跟去年比还是有增加的 因为他们有一个产品叫做iARMS啊 OK他们iARMS的这个solution的demand会来的比较高了 然后啊时间点来到现在啊10月份了 OK 相信啊他们之前啊8月份的时候 其实他们在site的installation啊 就是他们那些project啊 比方讲他们在啊客户的工厂啊要安装了啊 这些所谓自动化啊组装啊测试啊 packaging的等等啊这些机器的话 so在啊之前8月份啊 其实他们这些啊site这些工厂的这些安装已经恢复了 OK他们可以进行他们的业务 然后啊他们也是有把他们的这些工程师啊 这些installation的这些啊工作technical的人员 他们也是有飞去像啊新加坡啊台湾这些地方啊 其实在啊之前7月份的时候啊几个月前 他们就已经恢复可以坐飞机了啦 so这意味是说他们的业务在啊之前7月份的时候啊 已经慢慢的啊恢复过来了咯 so当然这理论上啊 他们啊接下来最新的啊result啊 应该QOK会进步啦 如果没有意外哈 OK so总的来讲 当然啊penta 我只能讲他是一家非常啊棒的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啊 如果你从很早很早啊 可能他第一天IPO你买进hold到现在 yes啊恭喜你 你赚了非常非常多 OK 因为长期而言啊 这家公司的业务的成长啊是有目共睹的 OK 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这样多年来 so他也是一家非常典型的啊成长股 OK penta 不过啊最近这啊 当然短期我觉得走到有点快了 哈 他的一个股价 因为啊全球的科技股 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啊 暴升了上来 哈你像像啊tesla alphabet microsoft facebook等等 amazon哈 这些公司的股价已经飙了非常非常多倍 OK非常的夸张 所以我只能说penta啊短期啦 啊短期啦我觉得他走了有一点快哈 就是六个多月 他的股价翻了 他的股价起了200% OK 六个多月那个时间 当然公司的基本面啊一些数目是不错啦 像啊ROE股本回酬11.03% 他的margin有高达17.13% net cash进现金啊 现金在首4.3亿 current ratio 5倍 so债务方面他是不怕咯 然后QOQ啊 这个季度他也是小小成长了一个1% so展望未来 我觉得啦 看来说了他来临的业务啊 甚至是你说下半年明年也好 我觉得应该没有意外啦 他会交出一个啊成长的一个业绩 OK QOQ应该会进步 因为啊他自己说了 最近他们secure到2亿的一个订单啊 OK 未来两个季度哈 我们会看到 这个啊2亿的订单啊 会啊进入他的一个啊贡献 OK 他的收入跟盈利 然后随着未来啊 5G的这个电话的普及啊 他们所卖这些5G的testing的设备 也会越卖越多咯 对他们也是一个利好 然后啊7月份开始 他们工程师也是可以坐飞机飞到外国了 去这些工厂安装这些机器啊 等着做service so应该啊没有意外了哈 来临的业绩应该会交出一个啊成长的业绩 当然啊讲这样多 最后啊disclaimer四个字最重要 就是啊买卖支付 OK这是最重要的啊 就是买卖支付 好我本身当然啊 还是有不断做一个选股服务 叫做啊 James & Stockpick 啊就是每个星期 我会啊选股哈 一个报告出来 会有几家公司的麦克 啊主要是以基本面来做一个筛选啊 选出一些啊前景展望 比较好中长期的一些公司 so昨天当然啊非常多的买卖啊回仇还是非常可观 像啊prolexus昨天啊 limit up母股母股占了32.6% 他的warrant a更是暴涨150% OK 当然我看在i3有人留言了哈 也是有大师在后面买卖了 也是一个疯狂哦 他的group应该就冲进去买哈 然后啊 so prolexus母股昨天收在一块啊 啊2毛2 你可以看到他的director啊 Mr.Boo Ching Leong 最近也是一天啊买进5万股咯 so他们也是很看好啦 他的前景 因为prolexus他最近卖 他最近有卖那个布的口罩啦 反应非常不错 然后margin当然啊是会比较高 你在他的report 你就看到他本身有写出来的 so啊我之前buycore是45.5分 他也分了股息啊0.3分 这一年一个多月也是有169%的回酬啊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啊6年才会有咯 当然还有其他bycore这边不说了 so啊非常欢迎你可以来做一下这个选股服务 每个星期你会收到我的一份报告上面 会有以基本面来做筛选的一些公司的bycore咯 中长期前景看好的 当然这个不是短期投机的那一类 我会啊suggest啊buy and hold 啊两年左右的时间 两年之后如果全球经济vshack反弹 这个covid19被灭掉 这些公司啊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当然你赚钱的机会其实是相当的高 然后你钱家的回酬也不会低 so啊非常欢迎你可以啊whatsack我或者email我 我的whatsack号码和email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啊pm我都啊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啊今天的视频分享先暂时聊到这边啊 最后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的资讯 记得啊把它like跟share入去 也希望可以帮助了更多的人 但最后也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这边观看 我们再会拜拜